这个时候说 我记得是5月17号上午 让我们比较兴趣的话 全部都兴办 允论大学兴趣 我就很赶快地用第三节空场 去把所有学生 接下来一个礼拜要用的 那个所有的考试课试卷 全部都印好 有很多孩子是没有使用手机的习惯 那我编的这一部分 我也要教他们怎么去上传作业 那家长就会协助他说 你怎么把作业传出去 那一回呢我们就要准备在上课 居家上课后 多数的老师还是得每天准时到校 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上课 好 工步栏的长有231公分 看得到题目的请按举手 夜号一轮不剪了 好 手放下 面包加两个 面包要加两个 好 油奶减两个 减两个 然后呢算什么 算供应素 什么样的供应素 最大供应素 而这样的教学形态 也让孩子们的学习出现两极现象 我觉得蛮惊讶的就是 我有的孩子在平常学校上课 动作超慢 可是他上语言句的部分 他虽然慢 但是他都可以在当天完成该做事 结果有的孩子是平常很会考试 成绩很不错的 结果没有安清班以后 他们整个就开始不太行了 平常比较被动的孩子 在这段期间必须学习主动自我管理 因为远距的关系 我觉得我的孩子呢 反而比较多可以有开口说的机会 因为他必须要在回答的时候 同时要让别的同学 理解他所讲的是什么 所以他们的表达能力反而变很好 我是姐姐 我是妹妹 我叫做小玉璇 我叫做小玉璇 我三年级 我一年级 好 那我们要准备上课了 小朋友要做端正了 来 来 做端正 家长再加上班之余 又得分神照顾小孩的课业 压力真的不小 她说植树姐 三月的第二个星期二 三月的第二个星期二 可能说上班完之后 工作完完之后 就要协助小朋友做一些video 或者是把课业上传 变成说以前安清帮帮我们处理的一些课业的事情 现在我们又变成当他们的老师 然后又要当保姆 又要煮饭 然后又要帮他们看功课 然后又要帮他上传作业 就是变成身兼多职的人 肖家的好处是 原本住在新竹上班的爸爸 因为疫情的关系 回到家里工作 我们很快可以看到爸爸 找的时候 我会打爸爸的屁 我一开始是还蛮受干扰的 因为我的工作是需要极度的专心 我会戴上那个耳罩 还有耳塞 当然我房门是不会锁 就是让家人有急事也可以进来找到 现在时间拉得很长 所有的工作啦 休闲啊 都在一个房子里面 难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争执 这是有的 我是觉得说反而感情更好了 因为一来他们可以每天 很近距离地观察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 这个生肖的机会是很好的 抓住难得的相处时光 肖爸爸还会挑选 知识量比较高的podcast 在吃饭时放给女儿听 而作家李伟文也认为 爸妈跟小孩现在24小时相处在一起 反而是可以重新调整 亲子关系的绝佳时机 可能大家都守着自己的小荧幕 看手机啦 看电脑啦 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基本上 反而浪费了这 我觉得很珍贵的机会 我的建议是说 要找一个共同的事情 妈妈帮你把工作拍给老师 恭喜你今天工作完成 那你觉得你以后会拐念现在的时间吗 我觉得我会 全部的人都是窝在一个空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疫情会结束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 或者是我们 应该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疫情结束之后 我也会把这次的经验带回来 然后都跟亲子做互动 甚至在质押上做一些考虑 转换自己的质押 让自己可以陪家人更多 我觉得爸爸妈妈的感觉 把外包的教育找回家里 这是三起警戒 带给我们的校正回归